喂,大家好,我们这个影片接续上一支影片呢,我们继续来讲示范这个第二分析 OK,那这第二分析呢,我们往下讲下一页到课本的第58页 58页上面那个图呢,我们用58页那个图来再继续示范这第二分析 然后这个第二分析呢,再稍微再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它把第一题的立体改成这样子,改成更多位置数 然后要你做的DO分析,OK 那这一体跟上一体呢,我们发现了很明显的不一样 它还是一样,这F1,F2,F3呢,这个流率呢,一样没有给你 但是呢,它这一体把它改成这F1里面的ABC呢 它只给你,比如F1里面它只给你A是40%,B跟C的百分比是多少,不知道 OK,所以这边就是未知数了嘛,对不对 那F2里面呢,只给你30A30% 那B跟C的百分比是多少,不知道 OK,所以这边又是一个未知数了嘛,对不对 OK,那F3里面呢,还是一样每一个成分都给你哦 OK,那这一体的DOF是多少呢 那DOF分析呢,你就掌握两个重点嘛 第一个,你要知道有多少个未知数 OK,然后第二个,你要去找有多少个方程式 OK,好,那这个呢,那这个呢 位置数呢,我们刚才看了,F1位置数我们来看一下哦 一样跟刚刚上一个例题一样,F1,F2,F3没有给你哦 所以呢,这边呢,它没有,没有,所以它没有,还是一样 F1,F2,F3没有给你,所以这一样还是位置数 OK,然后呢,还有哪一个位置数呢 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解说题目提过,你看A里面它只给你A的成分 F1里面它只给你A的成分哦 然后F2里面只给你A的成分哦 那F1里面这个BC啊,还有F2里面这个BC啊,都没有给你哦 所以这些东西呢,当然也是位置数嘛 那这些位置数呢,我把它取一个代号好了啦 我把它取个代号,比如说这个我把它叫做OmegaBF1 这只是个代号,各位不用紧张哦 只是代号而已,这边我只是要用一个代号,这样我比较好表示 这边叫做OmegaCF2 OK,OK,好了,所以呢,这边呢,我还,我还有哪些位置数呢 我们就去写下来哦 F1,F2,F3是位置数啊 这个OmegaB,OmegaBF1,OmegaBF2 然后呢,OmegaB... 诶,我这样写不太好 稍微有顺序一下 OmegaCF1,OmegaBF2,OmegaCF2 然后这就是这一体所有的位置数啊 总共有1234567 总共有7个位置数 OK,7个位置数 OK,好,那有几个方程式呢? 方程式从哪里来呢? 记得哦 要记得哦 OK,一个物种给你一个方程式 两个物种给你两个方程式 以此类推 那在这一个问题里面 我们一样跟上一体 我们还是只有ABC三个物种 我们一样还是只有ABC三个物种 跟上一体一样 我们还是只有ABC三个 还是只有ABC三个物种 所以呢,这边呢 我们有几个物种呢 一样还是只有ABC三个 ABC三个物种 所以那会给你三个方程式 然后第一个物种 然后第二个是 implicit condition 也会给你这个 这个方程式 那implicit condition 就是那个 那个每股成分 每股流的成分的 more分率 或是质量分率 加总等于A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F1里面 因为这个F1里面 因为他这边呢 他这边会给你一个方程式 这边会给你一个方程式 这个就是40% 加Omega BF1 加Omega CF1 会等于1 然后这边也会给你一个方程式 30% 0.3 加Omega BF2 加Omega CF2 会等于1 所以这两边呢 会给你各给你一个方程式 所以总共是两个方程式 OK 那下面在F3里面呢 因为他这每一个成分都已经给你 所以这边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你一个方程式 这边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你一个方程式 所以呢 这边会给你两个方程式 这个系统 在implicit condition 这一项会给你这两个方程式 那这两个方程式是什么呢 呃 呃 呃 加Omega BF1 加上Omega CF1 会等于1 然后F2里面 会有0.3 加Omega BF2 加Omega CF2 会等于1 那这个下面就先稍微插掉了 插掉了 OK 这现在就下面好了 SPECIAL CONDITION OK 好 那我们在这个implicit condition 这边呢 我们总共这边 我们就是 总共多少呢 我们这边总共就是两个 OK 这边有两个 那SPECIAL CONDITION 这次再check 最后SPECIAL CONDITION SPECIAL CONDITION 可能是流量比啊 或是回流比啊 或是产率 或是选择率 但是这一题 没有给你再额外多的资讯啊 所以这边的SPECIAL CONDITION 就是0 或许我这边应该要把颜色弄弄弄弄的一致 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边会有两个 OK 好的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一题的DOF分析呢 DOF分析 最后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呢 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最后的DOF 我最后DOF 我们总共有7个位置数 然后呢 三个SPECIES 然后 Implicit condition 给你两个方程式 然后最后SPECIAL 给你0个方程式 所以最后是2 是大于0的 我们最后这一题的这个DOF呢 是2 是大于0的 这表示呢 DOF等于2 就表示这一题呢 是没有解的 这一题没有解 没有解 OK 那没有解的状况呢 就表示说这一题的 所给的 所给的条件不够 或者是说 方程式的数目不够 所以造成我们没有解 那如果要有解的话 就是你必须再去加条件 必须要去再加条件 它才会有解 OK 那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只教你 怎么做第二个分析 那怎么加条件 那个是已经很后面的问题了 OK 那最后 可能以后你们有机会 什么程序设计那种课 才会遇到这种问题 OK 所以这一个课本 这个58页上面 这个DOF分析呢 这个就是 DOF分析就是等于2 DOF等于2 OK 然后基于这个58页这一题呢 那个课本59页呢 就再 再多给了一个条件 课本59页 它多给你一个条件 课本59页 它多给你一个条件 OK 那多给你一个条件 比如说 它再多给你一个条件 比如说 F1除以F2呢 会等于 它的条件是多少 0.6 OK 它多给你这个条件 那你最后这个DOF等于多少呢 那前面呢 其实都一模一样了 那 它只是最后在这个 spatial condition的时候呢 这边就不一样了 OK OK 这边就不一样了 前面这个equation呢 这个special species implicit condition 这个做法都一样 那只最后这个special condition呢 它会多一个1 就会这边多一个条件 不是多一个1 就会多给你一个条件 因为这个课本59页它多给你一个条件 F1除以F2 这个就是这两股流的笔值啊 这两股流的笔值啊 F1除F2是0.6 那这流的笔值就是属于implicit 就是属于special condition 这边多给你一个条件 所以这边呢 就会多给你一个方程式 所以这边呢 就会变成是3加2加1 然后最后会等于1 还是大于0 DF还是大于0 OK 所以课本那个59页跟58页呢 它的差别只是说 都这个59页呢 再多给你一个条件 那这样DF会等于1啦 OK 那DF等于1呢 基本上呢 也还是属于一个无解的一个状态 OK 好的 那这个就是课本58页 59页所要讲的事情呢 这就是要跟你讲DF分析怎么做啦 DF分析怎么做啦 OK 好 好 这个就是DF分析啊 那各位呢 各位再稍微揣摩一下 因为这个DF分析呢 你们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了 稍微要揣摩一下 练习一下 OK 因为这个DF分析最后 其实是最后 对于你解那个质量平衡的题目呢 其实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 OK OK 好 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剩下的之后 别的影片再聊别的别的问题啦 OK 好 拜拜